樊大哥经商半辈子 徐姐教书育人大半生 虽然工作领域不同 但看得出来 两人都很优秀 从长春乘坐动车 我们就带着徐姐 来到了樊大哥家 哎 樊大哥我们到了 来来来 走去 来来 吐息 还行 还行 来 我给你两位介绍一下 樊叔春 徐树是什么 樊叔春 他就烦 反正二哥 你好 大哥 你长得还行 好 长相挺好的 那都无所谓 男人这些主要是个而已 我这本是五五 上海狗的 互相系统 现在这单位是都没有的 怎么怎么都黄呢 这教师傅 我才开3500 3500 那是否已经不少了 那也是50对吗 60 教师60了 对 教师从155年国家改的政策 有高级支撑的就是60推 就不是55了 中学老师是教育老师吗 中学 教啥的 教哪篇 猜一天 语文数学 语文也想不到 话学 我跟你说 长城市现在就我们这科 现在就高中初中 都不到10个教师 10个教师 我干什么 特别少 开的都少 日语 那时候不是恢复高考之后 那咱们刚才教学那时候没有人 我同学也有 我同学 但是他们后来回来之后 都没从事教育口 你看有你们吉林市安全局的 我们班男生 然后还有你们 还有税务局的 还有税务局的 都改口了 都改了 有知识的 有那个有个医生 我们没说吉林医生 我们都从不来 男生说跟他容大容大 往一起容大 挺闭心 你没听到他的朋友圈 这是老大大学 这个大 刚一见面 两人便互相介绍起了自己的基本情况 但在听说徐姐是教师退休后 樊大哥这边多少感觉有点不自信了 但毕竟都已经退休了 学历工作那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了 关键还得是看两人性格能不能合得来 大哥你先说说您的那个简历 个人的自然状况我听一听 我是两次婚姻 两次都是离异啊 对都是离异 说不好就是感觉不太舒服 因为也看到我一些离异的 哎呀事多啊 你说说没事说话哪天就牵着出什么事来的 我处理完 这处理这一点尾头都没有 基本都啥负担都没有 那肯定中间有一些 有一大事 那个不用细说 不用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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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他说第二句 说你不用说 因为那啥 咱也不想了解那么多 如果真跟他在一起 以后再有啥事 那就是你俩在处理了 对于樊大哥离异这事 徐姐多少还是有些介意的 但随后樊大哥也明确表示 自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不会有罗乱 听到这话呀 徐姐也算放心了 相亲到目前为止 俩人虽然各有担心 但也都还能调和 可是接下来徐姐提出的问题呀 却是让现场的气氛 开始有些尴尬了 怎么说我感觉吧 通过咱这个交谈十几分钟 感觉这个大哥 各方面素质都挺高的 但是我就还是对这个两地 还是因为你看 他离开他本土 他的朋友圈 他的生活习惯都在这儿 你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 亲近啊什么的都在那儿 就好像就是 就说离不开那个根儿 就那种感觉 我就是有这种担心 我还是想找长春的 因为在长春 他的朋友圈在那儿 我的朋友圈在那儿 然后在一起 各方面就比较好融合 是不是 我跟你说两人好 一地什么事 那都无所谓 那都小事 我这说话告诉你 你能去他哪个生活 我跟你说我搭哪都行 另外我自这儿有车 就这高树 我全有边地我都留 徐姐觉得 自己已经在长春生活 那么多年了 所有的朋友亲戚呀 都在那里 来吉林的话 一是不习惯 二是舍不得 对此樊大哥表示 如果徐姐不想来吉林 自己也可以去长春 既然樊大哥都这么说了 红娘决定 再做做徐姐的工作 吉林长春 你动车半个小时一趟 半个小时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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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就到了 有的甚至比 才长春 从军院到那头 坐公交车的时间都短 那倒是 是不是啊 我是个女的 其实这个两地这个事吧 不是不应该成为 太大的障碍 以后都可以上来 你俩选 你离不开吗 那踏下去 在一个大哥这块 也不是不能上唐春生活一段时间 是不是啊 我那是随便走 我不能让南方上我家了 因为南方那么大时间上你家也有 我觉得好像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生活传统观念 你首先说啊我什么我嫁不上男的 我女的这门我这门我们弟弟 他首先他把他门封了 首先我是深早上午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个儿都太海了 像这个年龄啊 不能说实践实践没得差不多 因为你不能再走第二步了 走这一步就是最后一步了 是不是不能先说 哎不行咱俩就在大伙 过几天算个行行不行就分手 那是绝对不能做的 徐姐告诉我们 其实实话实说异地不是问题 只要是樊大哥这人他没相忠 离婚个矮都是他不满意的点 而对于感情 徐大姐偏偏还是个不能将就的人 所以综合考虑还是决定放弃呢 那那个樊哥就这样的 我也祝愿你那个找到吸引的好不好 行行行行